現在我們要去日本大阪巨蛋那裡參觀酒址 這裡就是巨蛋 一個大球場打棒球的 Midda Japan Y的 Osaka 第一步就是業內人士 1點到5點 6點到9點就是一般人士 入場費3300日圓 現在是午算大概港幣167元 現在上去 現在進入會場 大家看看會場 這是日本製造的酒 全都是日本洋造的酒 來的 這裡就是會場的現場 我剛才看到這裡是尾 現在試試拍回去 這裡有60多個酒莊 其實經營一個酒莊 完全是不容易的事 所以我對於一些養酒師 酒籠 置以萬二分的敬意 因為要種植到一些好的葡萄 是要講求天時地利人禍 又要陽光 又要雨水 又要不要有害蟲 即使有好的葡萄 你都要有一個好的養酒師 用科學的方法去種植 又要憑經驗 什麼時候去收割 日頭收割 還是晚上去收割 走到這裡中間 這個位置就是洗手間的位置 我們現在走進入口的方向 一進到會場 工作人員就會派一隻杯 和一隻紙杯 紙杯來套酒 然後又派一個葡萄酒名單 裏面列出了60間酒莊 不同的酒款 不同的價錢 前面這個 booth 就是我們早兩日去的 京都單波酒莊 這裡是完全沒有法國酒 德國酒 意大利酒 西班牙酒 全部都是日本酒 日本本土所釀造的氣泡酒 橙酒 白酒 紅酒 前面這裡就是會場入口 前面這裡就是會場入口 這裡就是一個休息區 在酒店 就能買一路 對 2番 はい 2番 2番 はい 2番 我吃饭酒 我吃饭 It's hot illa 吃饭 我吃饭 吃饭 我吃饭 这就是酸 有很多酒餐 有美露 有片露 有大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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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萬米就試了這次1萬日圓 這次是初夏天 進去吃一個放開初夏天 一瓶酒喝下去是很果味的 他叫我們嘗嘗葡萄 這種葡萄是德國葡萄的 這個酒莊由山盈縣 這個酒莊由山盈縣 現在的酒莊由山盈縣 是用了一百代產法國的 日本酒已經不同以前了 日本酒現在好有了 這個酒莊由山盈縣 這瓶叫做 這是德國葡萄 德國葡萄在日本 以前是食用的葡萄 現在又是洋酒 其實很寬甜 這瓶是特朗利 也很香 有香味 合得很高 這瓶紅酒也做得很高 合得很長 有香味 有香味 超級香 有香味 有香味 也有香味 有香味 有香味 其實現在租國供不便宜 在這裏是有三個酒瓢 一起夾勻 租這個 第二桌 在這裏是山梨園的瘡龍 酒瓢 這裏是蝶酒的 以前在香港酒店的日本酒 其實是日本酒的本格 但今次在大阪市的日本酒 已經沒有了日本的本格 好像很圓 很普通的風格 又有些甲州 還有些Denorme 日本蒂子 試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這裏是酒籠加釀酒師 整個酒瓢的葡萄酒 都是去種出來的 和釀出來的 剛剛我試了它釀出來的一支Pinot Noir 感覺就好像去了Burgundy 還要是名妝 但aftertaste就短了些了 這個酒瓢的酒瓢是在東京 這裡 有些Denormeer 很幸運 這位秘女羊酒師是說英文的 嗨 嗨 嗨 什麼名字 我是Haruka Sakuma 我這裡的酒瓢 酒瓢 酒瓢 對 這個 對 這個 這是Denormeer 很香 很有果味 很有果味 味道很長 果味為主 很新鮮 另外 她的酒瓢 就是 紅的 Mascafellier Mascafellier 是日本的葡萄嗎 對 是日本的葡萄 這個Mascafellier 其實很新鮮 她是 沒什麼經過目標的 最多都是八個月而已 總結先 今次我試了三個多小時 原本以為場館這麼小 基本上一個多小時就試完了 誰不知抽樣去試酒的時候 發覺 日本酒真的不同以前 很好喝 當然 我又不能夠每一個 booth 都拍一些酒款給大家看看 印象最深的就是 日本的本土葡萄 Denormeer 甲州 和Mascafellier 酒會完了之後 半天 晚上還浮了那些 葡萄酒的味道出來 可惜香港人對日本酒的認識 就只是Sake 和Sake 現在就帶大家去喝 Lacroix 和Opus One 現在就會來到這個大阪這裡 去看一下這個購物 有些什麼購物 好像說有些 Wine 和 我們試到十四代 Lafi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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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美酒 看到了 裡面 這個 Lacroix 是 Lafitte 現在在喝一杯 Tasting 的 Lafi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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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些 Wine Dispenser 在前面 我看到了 Obeon Decamp 1987 還有 Mascafellier 2020 Captain Solomon Lacroix Lafitte 接著 Lafitte 這邊 Lafitte opus've 不同的年份 Leafitte 左邊是 2015 這裡都是 Obos 1先為主 再走進去,整個牆都是走 其實是不單止這棟牆,牆下面還有的 多謝你看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這條片請給我like我,訂閱我的頻道和分享給你的酒友 我下一次就會帶大家去深圳福田會展Wine to Asia 第二屆 介紹一個網站給你,如果你是讀YSET LEVEL 2 或 LEVEL 3 的話,這個網站就適合了 裏面是有Food Pairing,甜酸苦辣鮮,究竟是配紅酒好還是泊酒好呢? 必考題,怎樣開一支Steel Wine, Sparkling,還有 Old Wine 還有不同國家,究竟有什麼紅葡萄和白葡萄 最底下還有關於酒的電影介紹,還有哪裡可以讀YSET LEVEL 3 以及他們的價錢 我是YSET LEVEL 3 中二品酒,YLife Balance 下次見,拜拜! k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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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